而民進黨昨天在臺中第二選區 立委補選 與臺北市中正萬華 罷免獲得勝利之後 今天就舉行的選對會 討論年底的選舉布局 有學者分析 目前民進黨的優勢在於 比四年前有更高的民意支持 不過要如何擊退 藍營現任縣市長的高支持度 將是民進黨年底選舉的重要 可提 罷免投票沒有通過 林昌主回到立法院 民進黨立委陳廷飛 見到他特別擁抱 歡迎 林昌主這次罷免 受到民進黨力挺 未來是否會加入民進黨 引起關注 不只挺住友軍林昌左 民進黨林靜怡拿下 臺中市第二選區立委補選席次 再加上上個月四項公投 全勝獲得民意支持 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 趁身追擊 十號召集民進黨選對會 包括副總統賴清德 新政院長蘇文昌等人與會 備戰年底選舉布局 建議即將舉行的終職會 選舉期程 延至農曆春節後 事疫情狀況再行啟動 面對年底直轄市及縣市長選舉 黨內預計最快農曆年後 第一波提名 包括高雄市長陳其邁 台南市長黃偉哲 嘉義縣長翁張良等人 學者分析 雖然民進黨目前政黨支持度較高 但國民黨現任縣市長 普遍滿意度高 加上國民黨具有地方組織優勢 民進黨還是要步步為隱 雖然我們看到這幾場選舉 讓民進黨帶起了全國的風向 可是這樣的全國風向 足不足以打倒這個地方 方向的這個原本國民黨的既有的 這些候選人的實力 這是他的隱憂 特別是縣市議員的提名 其實在地的情況 其實絕對要考慮在裡面 提名多少人會比提名誰來的重要 很多 郭學者認為四年前蔡政府支持度 不高導致當時綠營在九合一地方選舉失利 但最近民調大有進展 對民進黨來說 年底選舉應該會比四年前 優勢成長 記者 張熊 陳信龍 台北報導 最新的地區 對民進黨 分析 其實 勤奮 反省